您好,劉董也在現場 剛才這個東升講的這個是非常好的 他現在是有理論了 他的理論就是長壽時代 他寫了本書 我建議東升把這本書 增送給我們黑龍江省的領導 非常有系統性的 對於中國進入新的社會形態的思考 對於大健康時代的到來 太康是我們國家的大健康產業的 可以說是領軍企業 在養老、財富管理 大健康的各個領域裡全面布局 所以我覺得將來和黑龍江省的 結合的領域是非常寬廣 那麼黑龍江省是我們國家農業大省 是我們國家健康綠色食品的主產區 所以對於中國大健康產業 帶來的給提供的這種資源 我相信可以和我們大健康領域的投資 非常有效的結合 那麼我們下面我們來請 我們另外一位重要級的嘉賓 也是在大健康領域 醫藥領域全面布局的 復興集團 復興集團董事長郭廣昌 來給我們分享他的觀點 廣昌是走遍世界的企業家 所以現在有請廣昌 謝謝謝謝 謝謝庭園主席 中間的黃沐島省長 我們黑龍江省市的各位領導 東盛理事長 我們親愛的各位企業家朋友們 網友們 首先非常高興 今天有機會 參加到亞布利的活動當中 也聽了這個王省長的介紹 也看了我們最新的 黑龍江省的宣傳篇 有很多的感觸 我也相信大家跟我一樣的感覺 就是黑龍江省現在營商環境 越來越好 那麼 復興也本身是 我們黑龍江的好朋友 也是老朋友了 在這裡我首先要感謝 黑龍江政府在抗議及 複共複產階段的努力和引導 確保我們在黑龍江的各項業務 實現了快速的複共 復興這兩年在黑龍江的布局 從來也沒有停止 目前我們在黑龍江的 直接我進階持股的公司 也包括金龍集團 不要控股 黑龍江化工 亞布利地中海俱樂部 等等多個項目 基本都在穩定的發展過程當中 在這裡的話 我尤其要向省長和市長介紹 我們金龍旗下的 金龍的北滿特甘 那麼黑龍江 這個作為老公業基地 近幾年的話 持續推進原有的產業的轉型升級 那麼北滿是2007年成功的進行的 戰略重整 在副產4個月即將實現 就實現了這個單月的盈利 那麼目前的話 新的產性也全面的建成 2020年計劃產乾200萬噸 全面的超越歷史 第二個的話 我就回到庭園主席剛才提出的問題 也就是我們大健康 我覺得中國大健康產業 我覺得最根本的還是要靠科技的進步 那麼除了藥品之外的話 現在我覺得很多新興的行業 也在不斷的崛起 包括你看家庭醫生和分解治療 康復和養老 藥品機械的創新和保障 互聯網交易醫療的新模式 以及會體外診斷 影像診斷等等 所以在這裡的話 我接這個機會 也對這個農江政府的話 提點建議 一個的話 我覺得就是鼓勵 國際領先的技術和產品 在國內的本土化的落地 盡早滿足國內患者的需求 有效提高的產業的能級 那附近集團的話 就像我們庭園主席前面說的 我們的確一直在跟全球的 最新進的一些企業的話 保持合作 比如我們跟美國凱特公司 合資成立的福星凱特 像全球最領先的卡梯技術 飲料中國 這個技術在有些癌症患者 已經是完全沒有別的療效的情況下 還有50%的治癒的可能性 所以它是非常新進的 比如我們也是在積極於德國 BioNTech公司合作 這個聯合開發新冠的 新冠的病毒 NIN的疫苗 我覺得這個的話 我們現在進展也是順利 第二個當然我覺得 引進的同時 我們要積極的 這個 主張自主的創新研發 對創新項目給予更多的政策扶植 加快產品的喪失和鼓勵在磷酸上的更多的使用 促進這個產業的發展 這個最近我們 大家也看到我們在香港上市的富豪漢磷 我們引發了十幾年了 這個我們首個生物類似藥 漢磷康在去年上市 今年的話會有更多的產品上市 會為更多患者帶來更多的能敷得起的創新藥 第三的話 我覺得鼓勵這個創新業態 尤其是這個互聯網的醫療 人工智能 加健康的應用等等 在疫情期間 我覺得遠程患者 慢病管理等等 通過人工智能技術 可有效的解決基層醫院 高雲智的醫生不足的問題 協助我們的臨床醫生的話 提升診斷的準確率和效率 當然除了健康領域之外 其實實現大健康產業 我覺得已經不僅僅是醫療本身 還是要深入到我們日常的生活當中 包括衣食住行等各個方面 那對於不同城市和省份來說 就應該因地制宜的 根據當地的優勢和資源 來發展適合本地的 大健康的產業生態 包括當地的自然資源 人產資源 產業資源 配套資源等等 我覺得以龍江為例的話 我覺得讓我最羡慕的 我覺得最最好的一點 就是首當其衝的 是自然資源 黑龍江在自然領域擁有 得天獨厚的優勢 冬天有冰雪 夏天天天氣涼少 這些對發展大健康和旅遊業 尤其是對於滑雪產業 都是很好的 我們在亞布利的地中海俱樂部 這幾年發展的不錯 健康的生活方式本身 就是大健康的一個很重要的分支 我相信高端的修行度假市場的話 未來的話 疫情之後還會緊噴 有非常大的空間 在另一方面的話 黑龍江的自然資源 也讓我們看到了 堪養產業巨大的發展情景 龍江的森林設定面積 是在全國的勤力 國家及生命公園的數量和面積 國家及自然保護區的數量 都是全國第一 是名副其實的天然的大氧邦 我覺得高端的堪養社區和風潮項目 包括堪養性質的度假式旅遊 以及一些高端的增苗休養中心 在黑龍江都有很廣闊的情景 這幾年 伴隨著復興的堪養陸續項目 在國內落地 我越來越相信 未來的國人應該完全不需要 在車馬勞頓去歐洲 像洛奈華湖之類的地方度假休養 還是可以在我國境內的很多地方 包括我們黑龍江 就享受到高端的堪養服務 所以我們也一定會充分地 把這些大自然的回征的 好好利用起來 更好地帶動旅遊 養老 健康 修行 和產業的發展 當然旅遊和堪養之外 黑龍江的大健康產業 我認為還可以允許到一個 大家更加息息相關 但其實經常被破裂的領域 那就是吃 我一直說改革開放40年 我們衣食住行中 很多部分都已經發生了 翻天覆地的變化 唯獨在吃這個方面 似乎變化的沒有這麼多 黑龍江的話是農業大小 冬季休耕的實踐廠 變窮害發生少 劃費農業突發最低 突然水擠的大氣等污染程度交輕 發展綠色有機食品的福利 那父親和我們的預言的話 對於大食品這部分 也希望可以有一個 在一條農的 在農家的戰略部署 從農業的食材到農產品加工 到最後流通至餐桌 希望可以全部打通 這樣的打通 一方面可以提升效能 另一方面可以提升食品的安全 和糧食健康的把控 以農家農業的發展 也有很好的協助 另外我覺得黑龍江 肥沃的自然資源當中 也銀行了很多珍貴的 這個中醫藥的原材料 我看過黑龍江近幾年 也加強了在中藥材的 野生資源保護與合理利用 我們也希望 也可以在線上線下 多無維度的 參與到黑龍江省的 農業發展和醫藥當中 提供自己的貢獻 當然這些的話 我覺得不是說復興在看 我覺得農江的話 也應該可以吸引更多的 全國的優秀的 健康的公司 有這方面的 頂富的公司來共同的發展 這塊資源是非常的寶貴的 最後我想說 黑龍江的發展 離不開人才資源的建設和培養 我知道 王省長和黑龍江各級政府 已經推動了很多 新的人才吸引的政策 黑龍江自身的 科研實力雄厚 這個像揮工大 和工程和玻璃光研究院等等高校和科研員所 都有一批全國乃至世界領先的科研成果 富欣的話也希望可以幫助黑龍江的話 能夠一起來培養人才 同時的話 能夠把這些科研成果的話 能夠產業化 所以今天非常榮幸 可以和有機會和大家分享 富欣對黑龍江 尤其我個人的 這些建議和想法都是很不成熟 那麼我富欣本身未來會持續加大 在黑龍江省的佈局 注意黑龍江省的進步的發展 也希望預前早點過去 我們陪同我們東森董事長來到龍江 然後也能喝兩杯酒 跟企業家們在一起也已經很久沒見了 非常響應我們龍江的領導 也非常響應各位企業家 謝謝大家 謝謝廣昌 廣昌的講話非常有帶動性 廣昌的復興集團在黑龍江省有很多的項目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話 廣昌剛才起了很好的建議 讓我們看到我們雅伯林仲潭企業家 未來跟黑龍江的大健康方面 以及其他方面的合作是很多的 所以我覺得 我特別希望我們的王省長 您聽了這兩位的大企業家的演講 可以跟他們討論一下您的看法 好